我不理你了 那是你老师就那么诬蔑人家 这你说的进宫啊 那怎么了 什么宫啊 少年宫啊 少年宫 九岁送的少年宫里边学发声 学唱 学说 学表演 你不信就问他去 少年宫里都是太监呢 哪的事你看你 不能这么说 反正郭德纲先生有才 对 能说能唱 小的时候呢 他就是爱这个 喜欢文艺 我怎么知道呢 我们俩关系好 发小 发小 发小啊 就是我们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互相比较熟悉 都知道 郭德纲人姓刺 大家都知道 是吧 这个 怎么刺了 说话不算话 许给你什么 你看说好了 我们一块长起来 长半截他不长了 他这话也够恶毒的 就是我们老在一块玩 那时候他说相 就受大家欢迎啊 对 对不对 你是郭德纲的徒弟 那是我老师 郭德纲先生徒弟众多 排字 云鹤九霄 对不对啊 刚才那个张九龄啊 王九龙啊 这是九字的徒弟 是 都很不错 非常了不起 那可不是吗 是不是啊 还有还有两个一孔云龙啊 李云姐 这都云字的 是 云字的徒弟 鹤字科的大家熟悉的张鹤伦 郎鹤 孟鹤唐 鹤鼎 孟红是吧 这个 都跟钥子们 反正这个鹤字的 九字 萧字的都不 他是郭德纲徒弟 对 萧字的弟子 是吧 萧灭 姓贝 被萧灭 对不对 被你萧灭的 对不对 萧 萧萧乐 别瞎猜想 爱萧厨 不你 你到底 你叫萧什么呀 我不是萧子科的 我记得是吧 你记错了 你是 你是郭德纲徒弟 对 你是哪字的 我是云字的 云字科 哎呦 那不简单 我入学稍微早一点 早不少了 我爱听他的相声 是吗 郭德纲啊 就没少交给他 对 没错吧 我喜欢听你的节目 喜欢听你的节目 郭德纲是你师父吧 是啊 没错 你认识他多少年了 我认识他15年了 这么些年了 嗯 郭德纲对他来说 确实是很重要的一类棋子 知道吗 什么 您再说一遍 郭德纲对于我来说 郭德纲对于你来说 是很重要的一类棋子 这话怎么了 合着我一天 我就利用我师父 啊 你以为我没看出来呢 我没 没看这事啊 我 没没看 反正就是说他对你帮助很大 那倒对 这话没错吧 这词可以 对不对啊 是 反正他 他师父对他来说 确实是不错 确实不错 是 我喜欢听你师父的相声 我也爱听你 哎呦 没事在家里拿那手机 那软件叫珠穆朗玛 我在那上头呢 我一搜 我一搜你 那不叫喜马拉雅呢 你是不是走错地方了 啊 喜马拉雅 我说的呢 珠穆朗玛 反正离都不远吧 离都不远 都不冷的吧 我在那上 我就经常听你 嗯 我经常听你 我有时候都那在家没事干 我就那网挺好 我就都给你下下来听 在家没事我就下你 知道吗 一天能下十好几个 有时候 你这产量够高的呀 我爱这产量什么事啊 你不下那么些个吗 就是下你 没事在家我就下你 下仔 对 对 这好 不是这有那么欢呼雀跃吗 对 我在家我就下仔 我这个仔呢 你都不产卵是吧 又来了 产卵呢 我产卵干嘛 什么下 下载吧 好不好 再说点正音 反正就是下你的相声 在家下 下完我反复的听 他的相声值得反复的听 老听 为什么 听完一遍不行 再来一遍 单曲循环 还听一遍 哎呦 喜欢吗 您可以说痴迷了 听两遍不行 再听一遍 三遍不行 听第四遍 干嘛听那么多遍 听不明白呀 我说的相声你都听不明白 哎呦 我得反复听 听到十遍以后 你就懂了 我就放弃了 听孔云龙 你说就明白 还是不明白我这个 多好 你的相声比较独到 是吗 比较幽默 含蓄 有品味 回味无穷 您听听 回味无穷怎么讲呢 就是说他的相声 您当时听完呢 可能感觉没什么意思 您别着急 等过两天呢 您就忘了 是吧 那是别着急 都忘了 他不给您添麻烦 您知道吗 您给我添麻烦了 你有什么麻烦 不是 您这传播出去 我这相声不可乐 就是啊 还落实了 你听完了之后啊 听完你的相声 还不浮躁 这是一个挺好的事 是吗 说相声说了多少年呢 我说了14年 14年 研究这个 说学逗唱 不容易 没错吧 对 他的相声说的确实好 郭德纲教的好 于谦对他呢 也比较负责任 帮助也很大 教的也很好 也是你的重要棋子 我就这俩棋子 后台这些个演员呢 可以说都不如你 因为你有学问 货 爱看书 是 在家里喜欢看书吗 爱看啊 爱看哪方面的 比如三国 哎呦货 比如水浒传 货货 牛斋 货货货 风神榜 货货货货 我不看了 为什么 都让你给我货货了 不是 我就是佩服您啊 不这个四大名柱 您都看过 哎呦 这很了不起的 先生演员 先生 我说的是四大名柱吗 怎么不是啊 你三国 你以为我没听见呢 三国 是有 水浒 对 对吗 然后这 对吧 什么风神榜 这不是四大名柱吗 你别蒙我 小说我也看过这个 您先等一等 这里边有两本 它不是四大名柱里边的 哪个 三国水浒 那就都没有四大名柱了 我这夸夸你 聊斋 风神榜啊 这都不是四大名柱啊 不是四大名柱 也可以入选 四大名柱 谁入选的 我认为他们也是名柱 你就给定了 也是名柱 聊斋 你谁没看过呀 有看过书的 看过电视剧的 听过故事 看过动画片的 都有啊 对 对不对 聊斋也是名柱 作者大家很熟悉 谁啊 铺公英 是吧 这我打小说我就看 我听你说完 我想给你吹一拢 你这很不礼貌 你没事 你吹我干嘛 铺公英干嘛 聊斋这个作者 胡松龄 胡松龄是原名 自公英 你不懂这 谁给他起的呀 你研究透露 他里边就显示 你这研究透了 对 研究透了 还有那个风神榜 对 风神演义嘛 对不对 没事在家里 得看的研究 是 四大名柱 当然不包括 聊斋风神榜了 包括这俩呢 就多了 是吧 四大名柱 你看三国 刚才说的 水虎 这是四大名柱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在这个 还有还有呢 没有了 那俩不是 哪是 还得有俩呢 西游记 红楼梦 这四本啊 西游记 红楼梦 行行行 反正四大名柱 您都烂熟于心 没事就喜欢看 对不对 喜欢看吗 喜欢看 有学问 还还看什么 还还看什么 但我还是偏偏 这传统的 都是什么 你比如说这个 三烟二拍 列国 这我都 这都喜欢看 这受郭德纲的影响 郭德纲有那书房 那都不能叫书房了 好几层楼 都是藏书 对 很了不起 郭德纲 他影响 对他影响很大 那可不是 郭德纲也很喜欢他 有时候一看 我们谢幕的时候 挨个儿介绍演员 介绍到他这 跟那些人不一样 到他这是什么呢 叫爱图 大家可能有知道 有听过的 郭德纲 每次介绍到 他这跟真事似的 是吧 有时候呢 还流几滴眼泪 没流过 就是感动 特别激动 这是我的爱图 爱图不行 还得挖一下 这是我的爱图 爱图怎么讲 都是徒弟 一视同仁 其实他是郭德纲 他爱人的徒弟 你知道吗 这您就了然了 这是糊涂了 这就 怎么了 我跟我师娘学的 并不丢人呢 这不是个好词 这怎么不是好词啊 你这能耐 你跟你师娘学的吧 这不是什么包一词 分说谁 有的人那师娘 他不是演员 也许他是这个护士 也许他是大夫 也许他是老师 也许他是开汽车的 他不一样 不是文艺界的人 那说跟师娘学的 就等于是外行的意思 夸你则不然 你师娘也是演员呢 对 说实在的 你跟你师娘学过没有 学过 还没少学的吧 是学唱 唱腔啊 发音呢 用气啊 吐字啊 分析人物啊 眼神运用啊 没少学啊 他师娘也是演员 对 不说相声啊 唱京韵大鼓 也取义 十四岁就办个人专场 您听听 你想十四岁 那还是个小伙子呢 是吧 往台上一站 不窃场 我师娘 十四岁 是男的 你就甭管了 这个 每一次演出的时候 什么叫我就甭管了 你要干嘛你 我师娘女的 怎么十四岁成小伙子了 就是舞台上那种帅气 那种风度气质 就仿佛小伙子似的 那种管的叫假小子嘛 假小子 假小子嘛 十四岁就办专场 特别火呀 现在不怎么唱了啊 你想听也听不到了 为什么呢 没有时间了 对 自从嫁给于谦以后呢 就是啊 一门心思 完全搁在羊马上了 你知道吗 所以说呢 他在这个 我师娘嫁于谦了 你不于谦徒弟吗 你才于谦徒弟呢 你骂人干嘛你 不是这次 这很不礼貌 哪呢 说好好的话 你怎么了你 这怎么成贬一次了 于谦徒弟 不是我不是 你愣说是还行 不是咱不管谁谁徒弟吧 我师娘怎么嫁于谦了 你于谦徒弟啊 我不是于谦徒弟 刚刚你还说 我是郭老师徒弟啊 郭麒麟 哦那于谦是你师爷 我没辈儿了我 我可会拍这个 不是 郭德纲先生那是我老师啊 对啊你又是郭德纲徒弟 你也是于谦徒弟 我怎么又于谦徒弟了 你怎么又于谦徒弟 你拜郭德纲举行仪式的时候 于谦老师也去了 对 对不对 是 于老师不光是参加啊 参加还担任一个重要的角色 相声演员收徒拜师啊 还有三位老师坐在舞台上 有 叫尹师宝师代师 是传承的 这三位拜师以后 也得管人叫师父 嗯 没错吧 对 你应该算啊 这其中包括于老师啊 尹宝带三个师父 加上郭德纲 你是四个师父 一个师娘 是吧 你想他还有时间唱吗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咱这话都都 都说连了 哪连了 我有四个师父 我还有四个师娘呢 你那四个师娘 他没都在台上做作呀 多欣欣 我说台上坐着的 四个师父 一个师娘 没让他们一块